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昨天在講韓版的這個更新的時候呢有跟大家提到說 韓版他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的系統就是稱號這個系統 那現在他已經正式上線了 那他這個稱號系統怎麼玩呢 他怎麼玩呢我們就來操作給大家來看一下 然後他首先呢 他這個稱號系統他是放在 跟你的等級這個 就是角色的 裝備是放在一起的 就是第3個這個欄位 然後點選這進來之後目前因為我還沒有套用任何的 這個稱號所以這裡沒有顯示不過你可以看一下 稱號這個列表 好那現在目前來講他總共有兩頁 有兩頁的稱號 那這邊的話是主要的稱號然後右邊的話是他的效果跟已經獲得的這個 玩家 好然後再來的話你可以仔細再看一下 他這邊兩頁之外他有些地方 像他這個上面我們這邊有講到嘛 他上面這邊有藏著一個是活動 Event這個系統 這個活動 活動的這個 稱號 好那他這邊呢 可以獲得什麼樣的功能 你想要獲得什麼樣的稱號 呃就是 必須要去完成他的 這個條件 去滿足他的條件才能獲得 那以第一個來講他是活動的 那他的 說明就是說你要 消滅世界王就是世界福本的那個 冰漫波兔 那這個一天只有一場 好一天只有一場 而且 而且他的判定方式其實還蠻特別 他陸續下面還有一些 類似這種殺怪 殺Boss的這個 好那他的判定方式是 最後一刀 就是 砍到最後一刀 的這個 這個人啊 才有機會去 獲得 好那我覺得 不確定是不是我翻譯 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最後一刀 感覺是有 一點 不公平 最後一刀感覺不公平 應該是取這個傷害最高的 的人 甚至 隊伍 應該說的人啊 就是 打一隻Boss的時候 他給他傷害最多的這個人 應該是他來獲得 我覺得他比較 比較 正確一點 那他 我這邊翻譯出來是 殺最後一刀 最後一刀的這個攻擊者 可以獲得 這個Buff 這個 就是他的頭銜啊 那第一個的話他是消滅世界王 然後他 獲得的是藥水恢復加1 那第二個的話呢他是打死騎 死騎本身很難找嘛 第二個是死騎打倒死騎 他叫做死亡騎士 打倒死騎的話你就可以 獲得負重獎勵加300 那你看現在這邊沒有半個人 因為沒有人遇到死騎 那 世界王的話就有很多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呢 因為其實一個世界王裡面 會有很多的分流嘛 所以各個分流如果都產生的話就有了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 No.1 No.1的話他是 說消滅怪物最多的 這個玩家 那你看 這個就很多囉 他有排名 但是排名獎勵 排名獎勵是什麼 他是 原本的獎勵是 經驗獎勵 1加1喔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你看 第一名他已經殺了 八千多隻怪 不知道去哪裡殺 殺這麼多 八千多隻 這個的話有可能 遠距 遠 攻擊的玩家 的角色比較容易去達成 然後你達成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 獲得這個 你看像我這邊有統計喔 現在我才殺了650隻怪而已 相較於他們來說 還差很多 然後再來第三個 這個TAP的話他是 他是看 他也是打怪 但是看總傷害 那像我現在是 總傷害是41萬 那這個總傷害最高啊 已經到700多萬去了 那這個700多萬其實 應該來說 可能會從 那個美日的試煉副本喔 他那邊應該也會計算進來喔 我還沒有去打 所以這邊沒有統計出來 但我覺得 這個700多萬有可能 有一些是出自這邊 那他這個是累積排名下去的喔 那你只要排 可能是有排進來 就可以有這個1%的這個啦 然後他這個都會有重置時間喔 幾乎所有的這個 稱號就是 每天凌晨5點重置 所以 你今天獲得這個稱號可能明天 如果你沒有排進來的話 就消失了喔 而且這個稱號 隨時可能會換人 會換人當 這個第一 然後再來下一個呢 是屠龍者 屠龍者就是要打 打這個安塔瑞斯啊 安塔瑞斯的分身就是 神話級副本的那一隻 那打完之後你就會有 HPC收的這個能力 那我剛剛上面忘記講喔 上面兩個 No.1跟TOP 這兩個都是經驗值 獎勵加1 那屠龍者的話 這個就是加 HPC收的這個功能 這很厲害 可是一個禮拜可能 只有一個人可以拿到啦 一個 一個選盟啦 只有一個人可以拿到 那 目前來講是沒有的 那在第2頁呢 第2頁的第1個叫做強化大師 他是拼的是 強化數最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已經有人強化了200 強化裝備 強化240一次 也就是說 他強化了 這麼多 消化了這麼多 多張的5防捲 那 要注意的是他 系統是說 強化屬性不算 也就是你必須要用防污卷啦 也是你必須要防污卷 然後他的 這個效果呢是 遠距離傷害 PVP的遠距傷害跟近距離傷害加1 看你是什麼角色就套用什麼這樣子 然後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是 叫挑戰者 他挑戰的是 合成娃娃或者是 變身 的次數 最高的可以獲得 最高的獲得啦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最高目前來講 這個可能都只有課場才有辦法達到 40幾次啊 今天就40幾次了 這個真的不容易 好那他獲得的獎勵是 減傷 減傷PVP的減傷加1 然後再來是刺客 刺客的話就是 最後 殺死敵人的就是你去跟你去 譬如說你去出巢 你去打 這個敵盟玩家 你只要是最後一刀 殺到這個人的 那你就會 獲得這個積分 他這個是積分制的 像現在這個是殺了 他這個尾刀啦 尾刀191次 然後 那他就是第一名 那他獲得獎勵是 PVP的遠近距離傷害加1 然後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 毫無畏懼喔 這個就 顧名思義啊 毫無畏懼就是你在戰場裡面的時候 你死掉不是要恢復嗎 去找那個恢復女神恢復 那他這個就是你恢復的越多次 他就 他 他就是 怎樣 他就是會獲得越多的積分就對了 好可是 免費的不算喔 比如說我今天有三次免費的 那我必須死完三次 用完三次 因為說領回三次 之後 再領一次 他才會算1 再簡單來說這個就是要花賺 你花賺恢復 花賺或者是花錢啦 金幣恢復一次 那 他就是 加1 你就是死不怕的這種 他就是 讓你累積 然後他的效果是 PVP的減傷加1 以上目前來講共有 123456789 共有9個 頭銜可以拿 好 那昨天我們有講了頭銜會顯示在頭上 那我剛才繞了一下 奇妍跟 這個 世界boss的副本喔 其實都沒有 都沒有發現喔 我不知道這個稱號是不是 是不是 太少人拿到還是怎樣 因為目前都還沒有看到有玩家頭上 有別的這個名稱喔 還是說只能自己看到的 這不確定 那我再 會持續來幫大家來 來觀察 然後 這些後續的這個更新然後是有什麼內容我會把它寫在 大部點裡面 好那影片的部分因為拍完就沒有辦法去補充了嘛 所以我會把它寫在 大部點裡面 那這段影片下方呢 之後我會附上一個網址 那我們會把新的資訊 都更新在這一個網頁裡面 那以上的就是 頭銜系統的這個介紹 那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在 影片的右下角按 讚 然後按訂閱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